大摩本师师家奥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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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大家合掌 大摩本师师家奥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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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厌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掌 我们翻开各位的讲义 四十八页 讲表第五 我们还有连今天有四天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大概讲表可以讲完 而且很详细的 那各位在现场的还有在直播的 你就注意的听 就把在家菩萨界就研究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讲表 你看啊 就会很清楚的 把每一条界的毅力全部都显现出来 我们请看 讲表第五 道界第二 我再把界文念一遍 这个是偷盗界啊 什么叫偷盗呢 就是非理损财 就是不照正理啊 你损别人的钱财 因为钱财啊 因为钱财啊 是我们众生的第二生命 我们这个设身命根的存在 那就是要有外面的物财 就是按钱财 来帮助我们这个设身啊 能生活下去啊 所以你违背正理啊 审别人的钱财 不予而取 就是别人没有给你的 你就把它请换过来 比如说窃取 也就是小偷啊 闯门啊 去把人家偷啊 抢劫 这个严重啊 就是明抢的 诈取 用诈骗的 侵占 就是别人 放在你那边的 你把它占为己有 耍赖 说这个是我的 比如说 人家把这个钱财啊 要汇过来 那经过你的户头啊 那这样你汇给他 汇到你的户头来 那到时候呢 你说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根本没有这样 没有拿到你的钱啊 那这样就是 非礼啊 把人家请换过来 在民国三十七年的时候啊 湖南有一个寺院啊 当家 因为大陆丛林啊 都是有田园啊 租给人家 那么 他把收的租金啊 自己就吞为己有 他吞为己有啊 那富士就是 库头啊 专门 要 向他拿钱的时候啊 他没有拿给他 可是呢 他就争论说啊 我钱早就招给你啊 是你自己忘掉了啊 你没有记账还是怎样 两个人就争吵起来啊 那到最后呢 在寺院里面啊 就开会啊 说啊 你到底 有没有当家啊 你有没有拿给 裤头啊 富士啊 他说有啊 这个富士说没有 那其实是没有 可是在大众面前啊 他都 当家都是 一直 说有 我有拿给他 是他忘掉了 还是没有记账 这富士说没有啊 那这样 富士他就发誓 说如果 有的话 我侵占的话呢 那我就 今生以后堕地狱 他这样一讲啊 一个出家人讲这样的重话 那表示他没有嘛 于是啊 其他的 注重 就讲 那这样当家呢 人家富士都发誓都 他没有拿到钱财 又发誓说如果有的话 他会堕地狱 那这样你当家 你到底有没有 他说啊 我如果有拿钱的话 这样我就不好 以后就会不好的果报 他只有讲这样 他只有讲这样啊 其他人就觉得说 你这样呢 不好的果报 人家是发誓说会 堕地狱 所以 这等于是他没有拿嘛 那这样当家他就在讲 不然的话呢 我下一次变成畜生了 变成一只狗 他发这个誓 他发这个誓 那大众又认为说 你变成一只狗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狗啊 他就说 我要是有拿的话呢 我变成一只没有毛的狗 哈哈 没有毛的狗啊 那一年后啊 这个当家就过世了 在附近的农家呢 生了四只狗 其中一只就是没有毛的 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啊 本来呢 这个狗的主人啊 他也是学佛的 那这一只没有毛的狗啊 都是用布把他包着 所以就干脆把他送到寺院来 送到寺院的时候啊 这一只狗就一直跑啊 跑到本来这个当家的床铺上 就跳上去 一直在这个床铺上不走 而且在那里大小便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啊 这只狗就是那个当家 转世了 变成出生道了 那经过一年多啊 这只狗就 往生了 就过世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你看啊 他 贪常住的钱财啊 占为己有 他又发愿的时候以后 变成一个毛毛的狗 真的堕到出生里面了 连出家人都会这样啊 何况说去把人家侵在人家的钱财 会有果报啊 所以学佛 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因果 会有果报的 我们一般要去偷盗呢 先是贪欲的心啊 就是起贪心 然后内心会去思维说 诶 这个 这个钱啊 我把它请站过来 所以就 去照做了 这个就是在 意念上 我们第六意识啊 有三种识 意的相应识 第一个叫做沈律识 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 都会先想一想 这个叫沈律识啊 第二个呢 叫决定识 想好了以后啊 我决定要这样做了 第三个呢 叫做动身发语识 就开始启动这个身体 你的原理 动身发语识 他就去做了 所以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都会先想一下 要想一下呢 然后 决定要这样做 再来呢 身口意啊 意念已经决定了 身口就 动身发语 的事就去做了 所以 为什么会偷到呢 就是贪的心 乃至一犬 就是最小的数目字 他举出最小的数目字 他举出 挤出轻的来 何况说你偷到重的呢 那表示啊 寝占越多 偷越多 醉越重 乃至一犬 一犬 他是在唐朝的时候是 十六犬 那唐朝十六犬 那时候偷五钱以上是犯重 那五钱就是八十钱 八十钱现在多少 很难讲 很难算 大概现在是贵重的 贵重的 比如说加币一百块以上的 一百块以上就比较贵重 台币是五百块 那人民币也大概是一百块 就是一百块以上 就应该是重的 比较贵重的东西 比如说 别人家的手机啊 他的录音机啊 还是说一百块以上的东西 他意思说 乃至一钱 最少最少一钱啊 怎样 你把他请办呢 就是破这个戒 这个人就死掉 幽婆舍幽婆一戒 何况呢 他不能得到 要正出果最高的 最初的这个软法 软 鼎 忍 是第一法 然后就正果 乃至阿那汉 所以叫破戒又破舍 臭 斩头罗 垢戒又破舍 又破咽 这条戒即组啊 五元成万 这有主人的东西 比如说 在这个 道场里面 这个莲花灯还不错 上面还有观音菩萨 刚好你家里少了零花灯 你就看得不错了 大家都下课了 下课以后这里也没有人了 你拿一个比较大的袋子 就把它放进去 有主物 这个是常住的 主物想 这属于零言三世的 然后起道心 这个一定值五钱 这个贵的 几里本处 这个第四个 你全部都记住 第五个 就是你手已经拿了 可是外面一个师傅 他刚好要打开门 你就放着 这时候还没有换戒 因为你还没有离开 你只是手拿着 你要是拿起来了 他看到你又换回去 没有关系了 已经换戒了 干脆拿了 还没有拿起来的时候 还距离本处 就是离开 那个东西已经 离开本来的地方了 还没有离开 这样再把它换回去 这时候还没有换戒 这时候还没有换戒 比较换轻的 已经换轻的了 如果整个拿起来 就换戒了 距离五元 距离五个元 五钱以上 就失戒体 你那个戒体就失掉了 那护法扇神呢 他就 他知道 他就走了 因为一条戒 我有五个 护法神会护你 你看不见的 可是他会护着你 所以一条戒就有五个 护法扇神 你看前面就六条仲介 就三十位 五六三十的护法神在护着你 所以不可悔 据五元 五钱以上就失戒体 如果四钱三钱犯中品罪 犯中品罪 一钱两钱犯下品 所以我们如果有慈戒 你在公共场所 别人的东西什么 还是说公众的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给大家的 这个可以拿 如果不是 你就要问一下 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在住在金社那一边 我早上都是出去散步 就走走走 走到那一边 有那个supermarket supermarket 我就想说 因为在美国 有时候那个报纸都放在 supermarket的外面 它要出口的地方 拿那个报纸 那免费的 我不知道这里要钱 我拿了一份 第一天拿了一份 第二天要拿的时候 那个 那个 cashier就告诉我 他说 嘿嘿嘿 You have to pay 我说 I don't know 然后我就付钱 第二天 我付钱 第一天我没有付钱 我就拿了 我没有脱到薪 我以为是免费的 我走到外面 我想一想 这样可能 不行 我要回去向他讲一下 回去以后 我去那个information 就向他讲 Yesterday I took newspaper I don't know that is have to pay I think it's free But right now I pay pay it 他那个 那个information OK OK You don't have to pay I said You say that? 对呀 You say that? Yes yes You don't have to pay again 我就 放心了 就走了 因为怎样 他告诉我的 他说我昨天拿的 就等于送给你 这样我没有换接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说 在这边的例子 是放在外面的报纸要钱 第一天把人家拿了 我想说 有没有 放在外面的 有时候 那个一打开 就可以拿 我以为超级市场 里面门口 那个也不用钱了 所以一分一毛 我们要清楚 你要很清楚说 不能拿 就不能拿 如果你不知道呢 你还要回去说 对不起 他说 你很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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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很诚实的 你这样做呢 以后你有什么过世的时候 你都向人家 你会向他讲 他希望人也会觉得说 你这个华人 这么老实 这么真实 如果 四钱 三钱 两钱 一钱 可以忏悔的 五钱以上 就是犯重 五钱以上 就大概加币 现在大概是比较贵重 大概是一百块以上的 投了一百块以上的 还有开源 开源就是遗迹想 你想说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极右想 你拿错了 你拿呢 这个是我的 比如说我们来共修 有时候拿错 拿错什么呢 把别人的海青 拿回来以后 这一件怎么这么新 共修的时候 穿鞋子回来 我穿去的是很旧的 今天回来怎么穿新鞋子 这个没有犯戒 没有犯戒 这常常会有 尤其年纪大的人 年纪大的人常常会搞错 在急的时候 有时候散乱 不知道 拿了别人的 愤少想 掉在地上 在公众的地方 你出去散步的时候 你看到 看到有钱掉在地上 你就把它捡起来 这个愤少想 愤少想 这个没有犯戒 暂用想 你暂时拿起来用的 比如说你在试验道场 它有笔还是什么东西 你把它暂时拿来用 用完了以后再放回去 暂用想 家里也是一样 你小孩子的东西 还是别人的东西 到别人家里 一支笔 一支什么东西 暂用想 亲后想 就是这个是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我拿他的东西 我拿他的东西来用 他不会 他不会怪我的 小孩子的东西 你把它拿过来 亲后想 你没有偷到的心 误取 你坐飞机 坐火车 坐公共的运输工具 你拿错了 这个没有犯戒 这是开源 那以前有菩萨他这样问 他就问 他说 我受了菩萨戒 可不可以打麻将 可不可以打麻将 我说 为什么你问这样 他说 我妈妈 我妈妈已经九十岁 可是她 一生唯一的娱乐 就是打麻将 所以每天晚上 我就回去 跟她一起吃饭 六点钟回去吃饭 吃完饭以后 我们兄弟姐妹 一定要三个人陪她 然后她一个 吃完饭以后 就是要跟她打麻将 没有跟她打麻将 她没有什么依靠 所以也好给她 不会失智 老人痴呆 所以她妈妈 就是要跟她打麻将 她说 我已经受菩萨戒 可以不可以打麻将 我说 有没有赌钱 她说没有 没有 那这样可以 可以 为了孝顺妈妈 跟妈妈打麻将 没有赌钱 没有赌钱 可以 如果你已经受了菩萨戒 就不要再去 那个downtown的casino 去那里赌钱 那个 有没有 钱掉下去 然后这样一拉 那个还没有关系 就是不要跟人家 开始在那里赌博 因为恐怕 这个是旁边的 我妈 你跟人家赌博 人家会说 一看到你 曾经在灵源山 是看过你 你今天怎么来这里 你又是受菩萨戒 站在我旁边 怎么来这里赌呢 这个是因缘 很奇怪 你不要以为说 在downtown不会遇到 你跑到 Las Vegas都会遇到 同样一个时间 你跟Las Vegas 在那里赌的时候 在那里 人家发牌的时候 旁边站一个 你不是在灵源山 是受菩萨戒吗 是啊 你也来啊 我没有赌 你坐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因缘很奇怪 好几年前的时候 十几年前 我去Las Vegas 去Las Vegas 拜访一个师傅的寺院 遇到两位女师 跟他们坐下来谈 然后第二天 我去San Francisco 你看Las Vegas 跟San Francisco 离得很远 去San Francisco 在那个 海岸旁边的时候 在走 看那个船 有没有 金圈 潜水亭 什么 他们在San Francisco 在那里走的时候 前面两个师傅在走 看到呢 你们怎么会来 你看 前一天在Las Vegas 遇上 就不起而已 就在San Francisco 又遇上了 所以你们要以为说 奇怪 这个因缘的关系 所以不要说 不要偷盗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大妄语 犹婆舍 犹婆一戒 谁为生命 不得虚收 我的不尽观 自阿那汗 若破世界 世人即是 犹婆舍 犹婆一戒 世人尚不能得 软法 况虚脱还 自阿那汗 世人破戒 犹婆舍 犹婆一 臭 Zantra 构 犹婆舍 犹婆一 世人三众 第三条界 这个是大妄语界 英文叫 major precept three not lying 就是不要讲谎话 我就不再念英文 他都有 他都有翻译 他都有翻译 大妄语 简别小妄语 怎么大跟小的差别呢 因为大妄语 就是限制在 你自己称 自己已经得到了圣道 还是说呢 你念佛啊 其实你没有得到一行不乱 你没有见到佛 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去打佛妻啊 去念佛 有没有见到佛啊 你就 yes 有 没有你说有 这样就犯大妄语 这样就犯大妄语 如果 人家问你说 有没有啊 你没有说话 你用点头的 他说有啊 你没有说话 这样才犯戒 不能乱点 你要点头也犯戒 人家问你说 你有没有正果啊 刚好佛桌前面有苹果 你就拿苹果去 他说你正果啦 所以水果也不能乱拿 你把水果拿起来 人家 对对对 正果了 这样就犯大妄语 你用示意的 用点头的 对方了解 那这样就犯了 那现在呢 网路email 也是一样 你那个手机啊 你手机啊 人家就问你 你说的菩萨戒 你有什么境界啊 你有没有正果啊 说在家菩萨可以正三果 你就 一个yes 那个yes 不能乱写 你yes 看了 你把他yes 就换了 所以现在手机也换戒 网路啊 email 所以 所谓大妄语就是 妄称自己已经正道 正道 没有境界 你说 有 妄就是虚妄不实的 用欺狂心的 不真实的言语 所以 现在要是有人说 他已经 开悟了 他是佛 他是什么大菩萨 他是佛呢 我已经成佛了 你不要听他说 他是在讲大妄语 如果真实有 职界的人 他不会乱讲的 他正果的 他也不会讲 未得上人法 就是还没有得到 圣人之法 说你自己已经得了 语就是用言语出口 连用指示的 也是一样 简别小妄语 小妄语就是 一切不真实的言语 人家问你说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真的有看到吗 你说 没有 见闻 截之 还是讲奇语 讲那个不三不四的话 恶口 骂人 两舌 挑拨离间 这个都属于小妄语 都属于小妄语 小妄语可以忏悔 大妄语就犯仲戒 就犯仲戒 可是这个小妄语 如果为了对方好 比如说你在带孙子 那孙子很难骗 一直在哭闹 说找妈妈 找妈妈 找爸爸 你是做阿嬷 没有办法骗他静下来 你就告诉他说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你不要哭 那小孙子他就 他就静下来 这样的话呢 小妄语 这个没有犯戒 这个没有犯戒 还是说有歹徒 歹徒在追某一个人 追到你面前的时候 那个歹徒真的是 从这边巷子跑过去 结果呢 他就 人家后面追的 到这里的时候 就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某一个人啊 他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他是跑这边 你就告诉他说 有有有有 我有看到从这边跑 让他追不到 如果你怕说 我会换戒 他问你说 你有没有看到人 是有看到啊 可是你像他讲说看到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 拿起指头看 有啊 我看到指头啊 他说 不是啊 你要看天上 我看到天上啊 你就跟他 不要直接回答就好 说佛陀的时代 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 刚好猎人 抓那个兔子 一直追一直追 那那个兔子啊 就跑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下 那猎人啊 就 跑来到讲经的地方 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 就问 说 佛陀啊 你有没有看到兔子啊 佛陀说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兔子 那下面的地址 大家就 嗯 释迦牟尼佛打妄语 那个猎人走了以后 释迦牟尼佛就讲 他说 我没有打妄语 我是为这一支众神要救他 所以我打一个小妄语 这个我没有犯戒 众弟子就 这种怀疑啊 就去除掉了 原来啊 释迦牟尼佛 他为了要救众生 然后打妄语 到了法院里是一样啊 法院在检察官面前 都不会讲妄语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这一个 他告的 这一个人 你是为了要救他 要帮助他 在检察官面前 他说 他有没有做啊 你为了要救他 要帮助他 你说没有 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 你说 我不知道 这样是小妄语啊 因为你是为了救对方 为了救对方 这样没有打妄语啊 是指一小妄语啊 为了对方好 然后讲一个小妄语 所以一般在 法院 不可以乱讲话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签了字啊 然后有书记官 有检察官坐在上面 他一问啊 那个书记官 一个字一个字啊 全部都打进去了 所以那个律师啊 一定会向你讲 你不能乱讲 他问的 如果是 可以讲的才讲 不能讲的 你不要讲太多 纵使你跟那个检察官啊 他是一个佛教徒 还是你跟他认识的 他坐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 一工办事的 他下来以后 可以跟你当朋友 可是在上面啊 绝对不可以 他一个字啊 一个字啊 就是写上去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平常的时候 你要讲话的时候 要三思而后行 不能乱讲 所以在这里 有比较好的 好处 就是比较好 因为怎样 来这里啊 比较宁静一些 你比较不会 忽视乱想散乱 而且你跟隔壁啊 又不认识 有些不认识 有些是西方人 而且你跟他 有些老菩萨 跟他就 没有办法沟通啊 没有办法沟通 以前就有一个故事 那时候 有很多台湾的留学生 到美国嘛 念完以后 念到博士 就在美国的大学 叫教书 当教授 可是呢 他爸爸妈妈 是种田的 给他儿子啊 一直念书 到美国来 念书 念到了博士 所以在教书 他叫他 爸爸过来 到美国来 住一两个月 他爸爸过来 不会讲英文嘛 不会讲英文 那一大早呢 他爸爸啊 就出门 出去门的时候 隔壁啊 就有个美国人 美国人一看啊 一出来啊 今天啊 有一个老先生啊 华人 从门口出来 美国人刚好要上班啊 车子啊 他准备要上车啊 他一看到呢 就像那个老先生 老先生就 Good morning 像他说Good morning 老先生啊 从台湾来 还是农夫啊 他一听Good morning 是做什么 他就把他回答 他回答 用台湾话讲 说我说我姓国 我姓武啊 我姓武啊 所谓我姓国啊 啊那一个美国人呢 拜拜 就去上班了 啊第二天啊 那天晚上啊 他儿子回来的时候啊 吃饭的时候 晚饭 那个老爸爸就问 问他儿子 隔壁那个美国人啊 我今天早上 出去散步的时候 他看到我 他向我讲什么 Good Good Good什么啦 他儿子说 你回答他什么 他说我就 自我介绍啊 我姓武啊 我姓武啊 他儿子说 你哦 明天早上要遇到他 你就向他讲 Good morning 他爸爸就练 就练这一句话起来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然后他 儿子说 对对对 你明天早上就讲 Good morning 遇到他就说Good morning 所以他爸爸满满的信心 学了英文啊 要向他打招呼 第二天出来的时候 碰到那个美国人 他就赶快哦 要早一点 比美国人打招呼还要早 他就Good morning 那个美国人 一回答 我姓武 因为那个美国人 以为台湾 因为台湾话 我姓武 就是Good morning 台湾话的早安 所以那美国人 我姓武 那满头的雾水 满头的雾水 回来啊 他儿子回来 那天回来 他说 奇怪 我们隔壁 那个美国人 你姓武啊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姓武啊 他说 我向他讲Good morning 他就回答说 我姓武啊 原来美国人以为 台湾话我姓武 就是Good morning 他向他讲 我姓武 他也把他写起来 这个就是 一个插曲 所以见闻皆知 如果你说 你得到不敬观 天台中五庭新观 如果贪欲比较重 要修不敬观 你要是男女的贪欲比较重 你要修那个不敬观 就是我们这个设身不敬 你要贪吃的 你也要修不敬观 吃的东西不干净 熟悉观 对峙散乱的 散乱情比较重的 修熟悉 注意自己的呼吸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 上完厕所 打坐一下 坐着 注意自己的呼吸 数习观 这个可以对峙 我们的散乱性 再来 多丈的众生 业章比较重的 业章比较重的 要念佛观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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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观 你那执着 愚痴比较重的 不相信三二因果 不相信延期法的 你要观因缘观 这个因缘呢 是变来变去的 今天你出去 散步的时候 遇到这个人 明天不一定遇到 今天呢 你遇到这个人 是走在这边 明天他走在对面 你就好好的观察 世间是延期法因缘的 对峙我们的愚痴 不相信三二因果 再来呢 你惩慧心比较重的 常常生气的 你要修慈悲观 对别人 你要慈悲 就是说 这个 每一个人 没有这个人 不同的看法 还有呢 这个人 如果跟他们 意见不合 过去神当中 什么的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不要跟他争论 诚慧心比较重的 修慈悲观 所以说 你要是妄语说 我得到不尽观 我已经正出果 出果 三果 二果 三果 那这样的话呢 这样就是破戒 巨言成犯 是众生 这个是众生 第二个众生想 你想说 这个是众生 第三个 欺狂心 欺骗的心 第四个 说重剧 说严重的 比较严重的 就是把事实 把它掩盖起来 第五个 对方了解 对方了解 这五个缘 剧组 那就犯这条戒 就犯这条戒 如果对方不了解 你像他讲 要骗他 可是对方不了解 就没有犯这条戒 开元 真上慢说 所谓真上慢 就是你 境界没有达到那里 你真的有修行 可是呢 你认为说 我的境界 已经正果了 我已经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叫真上慢说 这个是没有犯戒 因为你不知道 再来第二个 只有讲果位 你讲了说 出博是怎样的 你没有说你自己正 这样不犯 急言悟说 你急的时候 说错了 细笑说 跟人家谈天的时候 在细笑当中说了 这不犯 读说 你自己一个 跑到那个空旷的地方说 我正果了 那没有关系 你大声喊 没有换戒 我念佛 已经一心不乱了 旁边都没有人听到 你读说 没有关系 没有犯戒 再来病狂乱说 你生病了 到那个 疗养院 神经院 医院去了 有的人颠倒了 就在乱说 乱说 没有舍戒 可是他病狂乱说 这个没有犯 第五个 后生不自义 也就是你前生 有受菩萨戒 可是你转世来 你不知道 你受菩萨戒 这个菩萨戒 是近未来记的 你受了以后 你都不犯的话 你生生世世 只有增加真意戒 你前生有受菩萨戒 这一生忘掉了 不知道你前生 是有受菩萨戒 这个叫后生不自义 这样你讲了 没有犯 这个是大忘以戒 好 再来 我们看 邪淫戒第四 因为这个是在家戒 他分为正义 跟邪淫 正义就是正式的夫妻 那这样没有犯 邪淫就是 你不是正式的夫妻 对不对 比如说在找一个小三 现在时代变成很多 这个你要是受了戒 那这样的话就是 犯这个邪淫戒 你要是你受了戒 你的同修 你的同修有小三 这样他没有受戒 他没有犯 可是你受了戒 你就要持戒 你就要持戒 所谓淫欲就是 男女性的 交过的行为 佛制出家众 一定要断领 因为淫欲 是我们众生 生世轮回的根本 最严重的一种烦恼 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 他有讲 他说如果有一个烦恼 比这个淫欲还要严重的话 那所有的修道人 都不能正果 你可见那个淫欲 是每一个众生 轮回生世的最根本的 再加重呢 正淫合法夫妻行淫 这个没有犯 没有犯 可是呢 非死非处 也就是 什么叫非死呢 非处 旁边有 邪淫有三者 非死 你引心受了再加菩萨见 在六载日 不能行男女的行为 佛菩萨圣诞 不可以做 日中午的时候 白天 自己的生日 还有父母生日跟祭日 这个不能做男女的行为 这个叫非死 再来非处 不是你夫妻的房间 在外面 甚至严重了 在佛寺 如果在佛寺 行男女的行为 会堕 无间地狱 那是很严重的 非处 非道 非道就是 男众 你要是用口道跟大便道 女众 口道跟大便道 这样都是非道 那这样婚就要问 那个同志 同志就是homosexual 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的话 那就不要受 在家菩萨见 同性恋的话 已经有结婚 因为西方国家都合法的 同性恋是可以的 可是同性恋 他要受 戒不要受菩萨戒 可以受五戒 可是受五戒 那一条邪淫戒 他不要受 邪淫戒不要受 他受四条就好 受四条就好 邪淫戒不要受 就不会翻 所以这个时代 时代已经半战变 这个众生的工业 这个工业 就是因为他那个 第八阿赖尔士里面 那个种子太强了 就是习气 无名烦恼太重了 所以他会变成 变成走错路 正常的话是 男众跟女众 这个是正极跟负极 这个殿也是这样 才会这样 啪才会出火花 你同样的 两个都负极的 没有火花 两个都正极的 他应该不会相吸 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他这个八四田中的烦恼无名太重 这个是供业 众生的供业 末法的时候 习气烦恼越来越重 所以要持戒 你持戒休息 慢慢的这个习气烦恼 才会减轻 不然的话 一般众生是无敏烦恼重 无敏烦恼重 再加上吃毒品 哇 这严重 还有社会上这种影响 社会的影响 因为他不相信三二因果 所以众生的放逸 懈怠 大家都这样的时候 会认为说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再加重 正淫是可以 邪淫就夫妻以外 第三者行淫 不邪淫是属于 沦场的基础 因为五轮的社会里面 人轮 家庭 建立家庭是正常的 因为一个家庭 一个先生 一个太太 然后一个建立一个 和乐的家庭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有正常的家庭 有基础 才是入佛道 不可以说 做不正常的事情 那属于邪淫 寄言成犯 第一个是众生 你知道是众生 第二个是 境界 这个是众生的境界 有的人道 跟畜生道 也是属于邪淫 正境 第三个 有淫欲心 淫欲的念头 第四个 其方便 就是种种的方便 第五个 这个境界相合 男女众的境界相合 现在可以说 男众跟男众 他是同志的 境界相合 也是犯 女众跟女众 也是一样 如果他是正式的夫妻 是同志 同性恋的 他正式的夫妻 要叫他 如果来学佛 就不要受这个邪淫戒 他受五戒的 四条戒就好 四条戒 他还可以保护他 不要受这条戒 就不会犯 因为怎样呢 恐怕他会 犯邪淫 会犯什么 非道行淫 犯非道行淫 开元无犯 被冤亲债主逼 被强奸了 被强奸了 没有受乐想 为苦无乐 不可以有受乐想 岁无节之 比如说他 昏睡得很严重了 吃了药 人不知道了 他没有淫练 这个没有犯戒 不受乐想 没有受乐想 病狂心乱 人病狂 发狂了 这个没有犯 转身不自意 他转身了以后 自己不知道 自己已经犯戒了 就是他过去生 有受戒 转身不自意 第一节课 我们先讲到 这个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知道吗 阿们 请下转发狂的 我们下期再见 推荐 新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